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們午安 歡迎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看一下大家十分關心 現在烏厄的戰爭 因為俄羅斯又發起了第二波的攻擊 就在昨天晚上的八點鐘 所以其實現在可以看出來 包含了各國的媒體都在關注說 基辅現在的狀況究竟是如何 而現在彭博最新的消息是說 基辅有可能在數小時之內就會淪陷 而且普丁要來建立這個傀儡政權 那現在究竟現在的狀況如何 這個兵凶戰危甚至是炮聲 炮聲隆隆想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烏天巨響炸出巨大殉撞雨 一連串好幾聲爆炸 響徹克里米亞以北的空軍基地 烏克蘭中部的波爾塔瓦 一處靠近機場和炸彈庫附近的地區 也聽到爆炸聲窜出濃煙 戰火也燒到烏克蘭西部的伊凡諾法蘭科夫斯克 另外烏東盾內刺客城市 馬里烏波爾因為是港口重要戰略地位 不斷遭到俄羅斯砲擊 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第二大城哈爾科夫也彷彿末日降臨 遠方不斷傳來轟隆隆的炮擊聲 就連首都基辅周邊也已經有俄軍進駐 CNN更直擊距離基辅不到30公里的機場 已經淪陷 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先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討論的來賓 先來歡迎前海軍少校呂理師 大家好 還有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侯瀚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潛秋 主持人好 都要午安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俄軍把這個戰線閃電的推進 現在看得出來是繽紛三路的方式 現在要來斬首烏克蘭嗎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普丁或是普京 他現在的決心 就是繽紛三路 現在準備是要拿下烏克蘭 可能就是包含了空軍 以及陸軍全面的進攻 所以他打出的是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戰爭 但是我們也看到 這個包含了車諾比 這邊也傳來最新的一個衛星畫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白俄羅斯 已經有這個大批的這種坦克車 已經是進駐到車諾比這個地方 可能已經是拿下了車諾比 再來我們也看到 這個烏克蘭裡頭 很多個城市都已經遭到砲擊 據說已經有十個城市 甚至是滿天的直升機 以及飛彈會從頭上飛過去砸到民宅 甚至是滿地的坦克車 坦克車這樣子大軍壓近 所以看得出來現在這烏克蘭 現在有多麼的兵兇站穩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畫面 我們邀請這個艦長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他是分哪三路來進攻的 這一次的普丁真的是嚇了全世界一跳 我們如果看到電視牆上面 第一個他是從北路線 北路線他是跟白俄羅斯一起作戰 東路線也就是當初 盧甘斯克跟頓內刺客 他先進駐這邊之後再走東路線進來 那南路線除了克里米亞之外 其實還有奧德薩 奧德薩其實他進行了所謂的三棲登陸 那他進行登陸之後 他現在其實重中之重是首都基辅 那未來我們來看這個 雖然我們現在在電視牆上面看到的 這每一個地方都是爆發戰事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來講我們來看到烏東 他這整個地區 其實他是比較親二的 那如果他比較他親二的地區 絕對不只是這兩個 現在已經宣布成立國家的 這兩個小國 不只 那其實整個烏東都有這個趨勢 那真正會占到最後一兵一卒的 一般研判是基辅 那當然總統也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打法 事實上來講 有很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21世紀的新樣式 但是不完全 為什麼這麼說 有人推斷說 他可能會展現新的高超音速的 那個飛彈來進行攻擊 但是事實沒有 他只使用了部分的 一個短程彈道飛彈而已 那為什麼土丁要冒天下之大不會 非打不可 那從這張圖 其實大家比較少看到 這張圖其實我們看到的 這邊的是俄羅斯 美國 加拿大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如果說 這一個地區 就是所謂的烏克蘭 如果都加入北約的話 事實上來講 就是整個俄羅斯 他的陸權 整個被包圍 那還記得嗎 今年在初夏的時候 那個英國的航空母艦 他有到達東亞 那到達東亞 大家的說法很多 其實最主要的是英國在推展 他所謂的全球英國的一個戰略 全球英國 他不是只是從 我們講到印太戰略這個區域過來 未來 因為現在北冰洋 它的融化越來越劇烈 有可能 甚至未來可能 全年都不會有冰封的狀態 那他就可以從北冰洋來 如果我們仔細的這樣看 是不是冰島跟英國 直接可以穿越北冰洋 到達亞洲 然後甚至可以 對於俄羅斯形成一種包圍的態勢 所以為什麼非打不可 就是俄羅斯其實他要一個出海口 我們剛剛講的不管是奧德薩 或者是克里米亞這個位置 他都是一個溫水港 也就是他冬天不會冰封 不會冰凍的情況之下 他的艦隊還可以任意的進出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21世紀的作戰型態 應該是從所謂的電磁頻普戰先發動 那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好像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的 都是戰機 都是戰車 其實有 為什麼說其實有 因為其實我手上的這一張圖 它是所謂GPS的一個接收狀態 那這藍色的這個區域 如果說我們現在Cue的非常清楚 它這個藍色就是它的高度 我們有看到飛機是這樣飛的嗎 高度飛來飛 那個上上下下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的GPS訊號被干擾 這個演習 就是說在這個 現在這個戰爭的狀態 事實上來講 對於俄羅斯來說 它在2018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它就已經實際上的試用過了 怎麼說 在2018年 北約組織在北歐進行了一場 2018三叉戟的演習 三叉戟的演習發現一件很妙的狀況 就是挪威 它的明明是它的船艦 或者是它的部隊 明明就不在的那個位置 可是船艦跑到陸地上 部隊東邊跑到西邊 為什麼 因為GPS訊號被干擾 這個狀況其實早就發生了 這也就是我們之前所看到的 為什麼美國不管是P8的海上巡邏機 或者是WCE35的這種各式電針機 都在烏克蘭上空飛來飛去 它其實最大的目的 也就是了解俄羅斯要如何作戰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謝謝這個艦長幫我們的分析 現在大家非常關心就是說 到底這個基輔 是不是只剩下最後幾小時的時間 因為現在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連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他已經喊出來 他說要死守基輔 可能已經是最後一搏 他說他不會離開基輔 我們先來看看在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 這個大家當然非常關注 我們來看中間這一塊 大家非常關注的是說 這個烏克蘭其實是 最讓大家有感的是 這些人民這些的眼淚 或者是這些在逃難的畫面 讓大家其實昨天看到的時候 觸目驚心 甚至我們看到這邊 轉角國際有分享一篇 他說在俄國入侵之前 烏克蘭戰爭首頁人的最後5小時 為什麼呢 他這樣子講 他說其實在2月24號的午夜零時 也就是凌晨零點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院警告說 俄國的 俄國會在黎明之前 發動這一場侵略 那所以對於所有4000萬 烏克蘭的全體國民來說的話 聽到這個消息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比方說像昨天的晚上12點鐘 你突然聽到了一個 這樣非常緊急的消息 說凌晨之前就要發動戰爭 大家還能夠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這樣子4000萬人 是完全失眠的 一直到早上的5點鐘 就聽到了第一個炮聲 所以本來大家在這個晚上在祈禱說 希望這消息是錯的 希望明天是有奇蹟發生的 但是炮就來了 普丁就發表了第一波的這一個 攻擊的一個宣言 所以其實你看看 5點鐘 俄國的首波攻擊 來得措手不及 來得也是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絕望 然後晚上的8點鐘 這是晚上的8點鐘 又有第二波的攻擊 所以現在澤倫斯基很無奈 他說我已經看到 有10萬人逃離家園了 我們是孤軍奮戰 沒有任何國家 沒有任何國家準備跟我們並肩作戰 這是他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看到了這些日子以來 北約也好 西方國家也好 講得說我跟妳同在 我要幫妳 我要跟妳是同盟 同國 或是這樣子喊出來 我是夥伴這樣子 可是真的大難臨頭的時候 沒有人真的是願意並肩作戰 所以你看到這個基辅開車的逃亡潮 往西向的這個路 全部都塞滿了車子 然後民眾是這樣衝到地鐵去 這大批民眾就這樣子 拉著行李箱就往地鐵站走 要逃難 躲在地鐵站裡面睡覺 然後還看到了18到60歲的 這些阿伯們 然後甚至是有年紀的人 這樣子跟著他已經可能 解法多年的這種太太 可能都是50幾歲的 這樣子在那邊決別 在那邊離別 甚至還有這個畫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女兒送父親離別 兩個人抱頭痛哭的畫面 我們先來看看 好 我們看到這個爸爸非常地不捨 這樣拉著小女孩的手 又是特別是冰天雪地 這麼天寒地動的狀況 兩個人在這個準備要去 前往戰場的這個車子上面 車子之前兩個人是抱頭這樣哭 恐怕這一別就是決別了 很多人看到這一幕 其實網路上面轉發 很多人看完都是紅了眼眶 這就是我們看到戰爭 為什麼昨天那麼多人難以入眠 那麼多人看到這一刻的時候 會那麼擔心說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會不會也這個樣子 其實這一定是會有這樣子的警覺 或者是擔憂甚至是投射 那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畫面 這是烏克蘭的婦女 我們把她抽色了 她其實就是被這個炮擊所傷 所以她整個頭是包起來 滿臉是血 我們真的希望看到這樣的場面嗎 我們真的希望看到戰爭嗎 沒有人希望看到戰爭 可是接下來如果烏克蘭 面臨到幾個小時之內 就用血洗 或者是說普丁就用這樣子 建立傀儡政權方式 把這個烏克蘭佔領之後 那到底美國要做什麼呢 昨天竟然AIT的臉書是發了 拜登為烏克蘭祈禱的文章 然後讓台灣網友就覺得非常生氣 說你為什麼不派兵去支援烏克蘭呢 那拜登的說法是講說 俄羅斯要負責啊 那川普就示警說 下一個就是台灣 可是你看看 我們就算這樣子去出征 AIT又有什麼用呢 其實在台灣 絕青們還是在那邊講說 我們現在美日台同盟 多麼堅固的一個友誼啊 可是真的會這樣子嗎 現在烏克蘭已經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了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這個波波漫畫 他畫的是烏克蘭在這個龜殼上頭 在烏龜上面寫著北約跟歐美 那他們面對到俄羅斯的全面開戰 他們是拿著一個像是白旗投降的方式 講說制裁啊 那這個事情會不會也發生在其他地方呢 我們來問一下委員 當然我們其實都知道歷史會重複 可是人家事實上像美國很有名的一個學者 日一的叫Francis Fukuyama 叫福山 他冷戰結束了以後 蘇聯帝國垮台了以後 他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這個歷史就是到此就結束了 意思就是說未來就是一片和平 全世界都會採取民主支柱 因為蘇聯帝國都垮台了 他後來看看東歐這些很多情況 他自己都說他講錯了 所以歷史是會重複了 就是說很多人以前都在講說 什麼年代了 現在滅掉一個國家是有可能的嗎 全世界會容許你隨便滅掉一個國家嗎 不管你是蘇聯 俄國 還是你中共 還是你是哪個國家 你要滅掉一個國家那麼容易嗎 可是事實上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國家就被滅掉 而且還不是一個小國家 你知道烏克蘭是60萬3000平方公里 人口大概是4500萬到5000萬人 是滿很大的一個國家 就人口跟土地的面積都很大 他現在就是要被滅掉 所以歷史是很殘酷 他不斷的告訴我們 他會重複的 可是我們常常不相信 你看烏克蘭人 包括他們總統 我相信最後一秒鐘 他都認為俄羅斯不會 或者不敢攻擊烏克蘭 因為代價會很大 因為西方國家會跟他們站在一起 結果呢 結果就不是這樣 其實我是仔細的在觀察 戰爭有很殘酷的一面 可是有時候你不得不做 做什麼事呢 屬屍體的 你要看這個戰爭進行得多激烈 你是屬屍體 當目前為止死了多少人 一百多人 五百人 現在到五百人 稍早的時候是 大家早上起來一百多人 現在五百人 這麼大規模的軍隊的出動 這麼大的面積 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作戰 然後射飛彈 這些全部都來了 死了五百多人 而且死的主要是烏克蘭人 那這就說明 第一個戰爭看起來是很激烈 但是死傷並不大 當然也跟武器的精準有關係 我目標我可以打得很準 就不用死他們的 第二個這也說明了 兩軍交戰勢力懸殊 就這樣子 因為這一陣子 其實美國 我們後來想想 美國情報真的做得不錯 我們就覺得 美國怎麼天天說人家會打 就是不會打 都是你在講會打 真的打了 他料得還滿準的 這一陣子過去的兩三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 美國其實運很多武器進烏克蘭 運最多是什麼 刺針飛彈 運什麼 打坦克的標槍飛彈 可是你看 俄羅斯被打掉的坦克 我至少沒有看到什麼 很多的畫面 說他的坦克被打掉很多 他就說我打掉 有9架的俄羅斯的飛機 什麼樣的飛機 直升機還是戰鬥機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說 看起來烏克蘭的人民心理上 跟實質的作戰的準備上 都沒有就緒 所以這個國家看起來沒有辦法 剛剛政黨講的對 我認為他現在目標就是要拿下基伏 他的目標其實很簡單 他也講對 他不會佔領 因為這個佔領這麼大國家 美國就在邊界不停的送武器進來 發動遊擊戰這樣給你拖 他會慘 因為打過車程 打過阿富汗戰士 其實俄羅斯是很怕打長遠的戰爭的 沒有一個國家受不了 美國也受不了 所以他大概要拿下基伏 基伏839平方公里 200多萬的人口 將近300萬 這次討不討 大概剩下200萬 大概就不錯了 看起來沒有什麼天險 防務大概也不兼顧 三波攻擊一起來 我認為基伏守不住 大概未來一兩天兩三天 三十天大概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看 俄羅斯要的是什麼 大概就是扶植一個 傀儡的欠惡的政權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問一下漢庭 在一週之前 多數的俄羅斯的 多數的烏克蘭人 對於戰爭的發生可能性 大多是抱持無感的 大多數都還是正常的生活 甚至當16號一過 那因為人來了的笑話感覺過去 所以更多的人 其實都覺得不會發生 熟料在晚上的時候 突然轟炸來臨 突然戰爭打響 人生徹底改變 當時的烏克蘭的居民 幾乎可以說抬頭一看 富人和很多的國會議員幹嘛 能跑的都已經先跑了 只有一個喜劇演員出身的總統 說還要誓死對抗 向西方求救 那麼目前烏克蘭告訴大家說 大家要趕快起來 到廣場上集結 但最後發現沒有人來 然後自己發現 突然又接到了緊急的動員令 跟徵召令 號召大家都要打仗 大批的人員一路向西的逃難 然後徹底機場封閉 躲到地鐵惶惶不可終日 在畫面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爸爸要跟小孩分別 但是在更多逃難的過程 許多人小孩也找不到爸爸媽媽 家人走失的狀況 也比比皆是 目前我們看到了 當然即便分別了 也不知道未來是生或者是死 目前烏克蘭說 好 我們要針對18到60歲的 都要動員來當兵 那麼只能夠號召具有戰爭經驗的 目前估計大約有36000人 其實這個兵力跟過去所預備的 這所謂的預備兵後備役 是非常少的 那麼這些軍人 紛紛也發表出了自己的一些心得 有的人他講說他正好 剛退伍不久 正準備要跟未婚妻 開始展開同居 新的生活 不料因為戰爭發生 他又要被迫去當兵 那有的過去是老兵 甚至有些在過去 都已經有戰爭的一些後遺症 跟創傷症候群 那好不容易才想說 可以退伍了 好好享受新的人生跟生活 但熟料他又要被迫再去當兵了 所以這些軍人他講說 真的是國際的時事 大於個人的幸福 這或許才是給我們老百姓 最真實的一個感受 確實的當戰爭來臨的時候 誰能夠顧得了平民百姓的身亡 當初北約違約東擴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要付什麼代價 當烏克蘭在紀念納粹將軍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有什麼下場 當過去的這些政客 不斷的發表抗惡保屋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會有什麼代價 最終受害的都是我們平民老百姓 好 我們就持續來關注 這個戰爭的最新消息 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zy 加入 X-16 居 avons 多 vamos 以前 我们